男女朋友间出来吃饭是否应该阿智 一直都是网友们热议的话题 香港近日有两名男女就因为这个问题而发生争执 最后两人甚至扭打了起来 结果警方到场将两人都带回警局 到底事情的经过是怎么的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在香港忘掉一家烤肉店 两名刚在网上认识不久的男女相约在此 分别是37岁的翁姓玩具店老板和38岁的网女 这是两人第一次一起吃饭 两人在里面吃了三四个小时 过程中点了不少酒类饮料 结账时金额达到了港币2135.1元 约新台币8200元 网女由于两人第一次见面也不是交往的关系 于是提出阿智 没想到遭拒绝 于是他拿了500元钞票 约新台币1900元 赛入翁南手中 没想到翁南当场撕烂钞票 表示要自己付全额 之后两人开始发生口角 继而发生一些肢体接触 最后警方当场将两人带回警局 之后手指流血及头痛的网女与鼻子擦伤的翁南一起到医院验商 两人分别因为普通袭击和袭击造成身体伤害而被捕 而事后两人虽然已经和解 可是网女表示事情并不光彩 希望赶快平息 也已经和翁南没有在联络 而那家烤肉店也配合事件测试堆出了燃点爱情之火网烧针恋人阿制二人餐 让不少网友称赞烤肉店的公关反应很快 在台湾还在围出外用餐女生该不该付钱大肆讨论时 没想到香港会发生女生主动要求阿被据的事情 这件事其实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两位当事人都是性情中人 太过于激动了